秦儿老师 秦儿大爷咋梦了 他的精髓是什么 你俩跟他就拍戏 他每天拍戏的时候 我手我见过 就站在现场 然后他就这样站在这儿 抠嘴 是 他为啥抠嘴 是干 你这样起皮有什么 对 这样的 这么 是啊 我根本没有 我当时跟他也待了一个月 他没有这样过 没有 一站就这样 这么站 我当时跟他坐这儿扔车上 这样 这老拿着手机就这样 有芝麻酱就行 怎么没有芝麻酱 芝麻酱你得怎么 冰箱吧 冰箱 芝麻酱 没有的哪有芝麻酱呢 这是那个面条吧 这是给我准备的 我东北也吃 这真挺好吃的 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北京菜 它除了那些小吃 它就比如说 真正特别有代表性的 北京菜是啥呀 我老有时候点北京菜 我就感觉不到点啥 炸酱面呀 烤鸭 然后 点多焖面 烤鸭 就是那种菜类的 菜系 菜 就打卤面 就红烧的那些 红烧 然后麻豆腐 你最擅长做的菜是什么 我最擅长做的就是那些炒菜吧 炒啥呀 就是各种 鸡翅的鸡翅的鸡翅 这都能做鱼呢 红烧鱼 大菜呀 然后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 你这还真行呢 这老师也好菜选择了 完了选择了 拔死鸡翅 就因为那些 你叫那些东西拔死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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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拔死鸡翅 我一听拔死地瓜 就一个五周 表演一下吧 我觉得你能行 我觉得但凡就是说有点这个 能敢说的就都行 对 就是 你至少有厨艺经验吧 我感觉 咱这些盘盘的都在这儿 盘在那儿呢 那哪个 行 拿个就一会儿给它盛这里 行 裹裹淀粉 我们家狗就是在家做饭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都会在厨房里面 你家都养啥呀 猫啊狗啊 就这个 这么多呢 猫也爱参与这事吗 猫参与德文 他就很愿意 就我见过的那个对吧 对 他就好热闹还是啥 德文很像狗的性格 对 他都愿意听见 而且德文不钓毛对吧 不打钓 之前我就想养你一次 猫啊 你家猫能狗隔一期吗 能隔一期 我也是不太会切东西 你挺会的 能铲啊 这有铲的呀 有啊 以前是有 有铲的我都不切了 我真的是不太会切东西 但这两下挺专业 对 不是 它就是大小不均 来人了 你喜欢的摄像老师 你喜欢的那种拍摄方式 他来了 我怕这镜头一拍 特写你紧张 我说实话我还真挺紧张 因为我娘自己要做这些东西 就可慢了 慢点慢点慢点 这丝就凑合丝了 行 挺好切的 相当可以 没有大量的油了 油 油 那油 大量的油呢 这得倒啥馅去 这是油吗 是油 菜籽油 来 来 我觉得能有大量的油 按理说 就它吗 那也就这么多 不行吧 这小粉 少点 那怎么说 咱把这铺酥给它煎熟 煎应该不行吧 这边还有 那油应该不行 我觉得这俩是一个油 它俩是一个色的 它就倒那个 是吧 看这就差不多煎炸 我倒了 你来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下 你先把油倒里 行 炸中间最好就是半锅油 对 但是没办法 你家里想吃炸的 你就得是 就得这个了 反复用完了那油 一般我们就炸一回 炸老多样了 完了就能那个 整着哭 以前那油不都是吃 完了之后放一个大缸 那里还能再用 对 还能再用 自己家就反复用 我印象中是 直到有一天炸了才用 那油是彻底用不了 那好厉害啊 就让大家拔死的失败 你还是做饭有天赋 这真挺紧张的 我拿着那个筷子 就成那个外面卖的唐仁了 做画现场 已经是唐仁可以做画了 你这是不是放少了 芝麻酱 有点 看起来 妈 我面有点多了 我这面有点多了 再来一盛 你得多来点芝麻酱 把它包裹住 嗯 很香 我说能这样 就是把它裹住 对点醋 再多来点这个 我咋感觉我这面量真多了 你这 那一块头挺大 嗯 没啥掌握好量 你拿点这锡子 这个 这个锡 都不大锡子了 我刚才试了 其实锡度差不多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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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像热干面那尽头的了 对 再来点醋 再来一勺酱 差不多 不行 我不爱吃醋 那我再来一勺酱了 那放点凍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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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